南陸地區現在是民進黨跟國民黨的立委席次是各有一席 這個各有一席 那當然這裡面 其中菜培會上次也算是補選上 所以這個地方會跟上次一樣 跟現在局勢一樣 開民進黨跟國民黨各拿到一席嗎 菜培會這是危機喔 他們五五波也是算菜培會 菜培會現在的危機是自己人 因為他這次有個陳奎佑出來挑戰 陳奎佑雖然就說知名度比較低 但是因為他上次贏上次那個老縣長 他也是贏兩三趴 那你陳奎佑自己人出來 再分一點票就走了 而且油耗上次不弱 油耗上次其實在內部初選其實他是過關的 只是因為那個老縣長他要林明征 他是要維繫家族的香火 林明征自己跳出來挑戰 所以油耗其實上一次就比較不弱了 民進黨為什麼在這個地方沒有辦法整合好呢 就是這個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啦 所以就是你看今天那個昨天的中常會 就是把那個禮拜三的中常會 就已經把那個陳奎佑給開除了 他就是堅持要參選 所以等於說民進黨這次的危機是自家人分裂啦 那講到這個第一選區 第一選區 那另外這馬文君這個選區 蔡明軒追的蠻緊的 因為前一波就是民進黨去打馬文君的 譬如說潛艦國造案 這個確實聲勢有起來 那他們當時還逼到說 甚至兩邊的差距只差到5%以內了 那這一次再加碼去打馬文君他們家的 那個莊園的違建案 等於說我覺得馬文君他們這邊也是擔心 就是說會變成全國的焦點 你只要全國焦點用補選的規格下去打的話 那確實啦 就是說我聽民進黨在分析說 其實馬文君的地方實力 就是說沒有那麼的強 只是以前就是好像民進黨缺乏耕耘這一塊 那這一次你把所有的這個聚焦 都聚焦在馬文君的話 他們希望蔡明軒有機會 反倒是這個我剛剛講蔡培慧這一軍 因為是自家人的分裂 讓蔡培慧陷入了苦戰 我有一個現象請教沈教授 就是說過去政黨在請力在主打一個地區的時候 它到底是造成正面還是負面的 比方說全國焦點的時候 嚴寬可能是落選的 可是在市長選舉像新竹 高宏安就反而上去了 所以到底集權力在主打一個議題的時候 到底對這個當事人是負分 還是反而是造成他的聲量造成加分 不過新竹的情況在上一次來講的話 是比較複雜 因為它還有國民黨在裡面 產生了最後的這個氣保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以立委的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那如果說用補選的這個情況 然後大部分都是把政黨 所有的資源都投入下去的話 其實對於傳統的這些 國民黨的這個地方派系型的選區來講 選舉的壓力都會比較大 就像剛剛茗玉姐講的 其實我覺得不只是只有嚴家 幾乎所有的地方派系型的立委 都不怕選舉 但是怕補選 因為一到了補選的時候 是全國只看你們 因為只有你這邊在選 然後你的這個地方上的盤根錯節的利益 或者說剛剛提到的開玩笑說的 這種祖宗八代的事情 通通都要被挖出來的時候 對於地方派系來說那非常傷 因為它背後的那個金權政治盤根錯節 一旦被攤在陽光底下的話 是非常不堪入目了 所以對於地方派系來講的話 就是最好新聞都不要來 對 就讓我自己默默的選 我就自己在那邊炒米粉 然後自己在那邊動員相親票 這樣就夠了 然後最後就放鞭炮就選上了 所以當這個媒體都進來了 然後所有新聞的焦點都進來的時候 他們那些黑歷史通通都被挖出來 那你說這一次來講的話 顏寬恆的這些議題 難道都已經完全消失了嗎 當然還在 問題是就沒有新聞要報了 因為所有的新聞可能就在總統 或者說在其他更激烈的地方的選區 就忽略掉了 或者說就沒有辦法再把資源 集中在這個地方 我們時間最後來談一下 就雲林部分 現在是民進黨兩席立委 通通拿下來 雲林是一個農業大縣 這個算是民進黨的鐵票區嗎 嚴格講這一次 以雲林的這兩個選區來說 是相對穩定 第一選區是蘇智芬 那一方面是說民調本來就領先 然後他的聲量上也講也非常高 而且他也是連任 然後二方面的話是說 丁學忠和陳俊龍又鬧分裂 因為陳俊龍的票倉 也是在胡偉 胡偉也是丁學忠的票倉 所以可能一方面 綠的本來就領先 藍的又分裂 第二選區的話 劉建國相較之下 也是相對穩定 因為他的競爭者 一句喊的是希望能夠 也要能過半 讓民進黨的執政比較方便順利 能夠推動政務 可是這個可能性現在有多大呢 我覺得有一句話很好 就是說台灣的民主 是我們要珍惜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民進黨已經給你八年的執政了 那如果這一次我再給你四年的執政的話 他們還是希望有一個監督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民進黨這次反而是立委堪憂 因為台灣的民眾尊重民主 他覺得說你民進黨拿到了執政權 但是呢我還是希望有一個監督制衡的角色 不可能給你滾瓦棠 那對於民進黨來講 他最後不管是不分區也好 或是立委也好 他必須要訴諸民眾就是說 為什麼我給你八年的執政權 我還要再繼續給你四年 讓你國會也可以過半 行政權也被你拿走 我覺得這是民進黨 要必須跟民眾要好好的說明